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人偶像 不过小说到底还是小说 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头出了个现实版的福尔摩斯 有这么厉害吗 没错 据说只要他经手的案子从来就没有错判过 无论真相隐藏多深 他都有办法揭开 这人究竟是谁 先容我拜个关子 要想认识他 我们得把时间回到24年前 一个极不寻常的夜晚 1994年11月15号的凌晨时分 豪达的声音和耀眼的火光 通然充斥了整个吉林市的上空 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 会被熊熊燃烧 着火的地点非常特殊 是吉林市的博物馆 大火被熄灭之后 人们看到正在这里巡回展出的珍贵的恐龙化石 在火灾当中复制一具 碗内珍藏的世界最大的陨石与标本 国宝一号陨石从展台上坠下 轻度收损 始建于1909年藏书130万册的吉林市图书馆 也损失严重 整栋大楼几乎一半的面积被烧毁了 不仅如此 在铺救过程当中 消防员还在火场当中找到了两具遗体 这两个人是谁 夜半时分为什么会出现在博物馆 这场大火究竟是意外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当时种种的疑问 都把这场火灾推向了风口浪江 没错 当时这场火灾可以说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如此毁灭性的损失又涉及到人员伤亡 当时吉林省消防部门和公安刑侦部门 同时对事故原因展开了调查 必须尽快查出真相 孔大号就是当时这个案子的主办人 接到这样一个案子 他当时 你说压力能不大吗 特别是当他去到县长 更是无比的迷茫 这么大一个破火的面子 你说你怎么着 怎么干 千头万绪根本没有 思路去怎么去进行 不过就在孔大号感到茫然焦灼的时候 有一个人也来到了现场 就是这位 他叫金和龙 是原吉林省公安消防总队火灾调查消防高级工程师 当时看到金和龙 孔大号是一阵激动 那只要他来了 这就不怕了 大家所不知 这金和龙可不仅仅是在他们吉林省 在全国都是鼎鼎有名的火灾调查专家 简称火灾专家 据说只要经他手的火灾事故 案件查清率高达百分之百 是名副其实的火厂福尔摩斯 在他看来火焰也会有手脚 只要走过都会留下证据 这就是当时的吉林市博物馆 一栋U字形的建筑 南北两侧分别是博物馆和图书馆 中间是博物馆的电影厅 凭借多年的经验 金和龙一下子就确定了其火范围 窗户上形成烟熏痕迹 房价的脱落的状态 初误的判断 这火在博物馆的中心部位 可能性比较大 这会重点 金和龙判断的起火范围是博物馆的电影厅 巧合的是两具遗体 也是在这个地方被发现的 这就很蹊跷了 难道说这场火灾真的跟这俩人有关吗 他们俩到底是谁呀 夜半时分 为什么会出现在博物馆呢 是博物馆的值班人员吗 可是情况却有点出人意料 原来就在事发前两年 博物馆呢 将这个电影厅啊出租给了个夜总会 叫做银都夜总会 而这两名死者呢 就是这个银都夜总会的经理 银都夜总会呢 和保安张凤国 这就是当时他们两个人所躺的位置 为了方便工作人员住宿 银都夜总会呢 曾经利用楼梯搭建了一排简易宿舍 保安张凤国是躺在楼梯上面的水泥地上 卵永吉呢 则倒在了下面的楼梯上 而也就在这个卵永吉旁边的这个保安室里头 侦察人员有了重大的发现 他们找到了一个烧焦的电炉子 在他们看来 这似乎是唯一可能引起火灾的原因 我们怎么去看 它也应该是一个电火所形成的现场 主要是在这保安公司的旁边有一个电炉子 而恰恰这个电炉子对附近所燃烧的程度 应该判定出事的是一个几个点 当时包括孔德号在内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 这电炉子应该就是火灾的罪魁祸首 因为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别的可疑之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金和龙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而这个意见就令所有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了 临时休息的这个休息室和门口的部位 应该是在起火点 金和龙认定起火点 居然是在楼梯缓台处的水泥地面 也就是保安张凤国躺的地方 是不是很费解呀 水泥地面又不像木头等材质 怎么可能会起火燃烧呢 而且还引起了如此大的火灾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面对着所有人的质疑 金和龙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原来就在那块地方 它有一个特别的发现 那个死者保安的那个地方 又绝部地形成一个 有液体流淌的痕迹 这会是什么液体流淌过的痕迹 金和龙判断 应该是某种助燃剂 当时这个猜测一出来就引起了哗然 这么说的话 这场火灾就不是意外了 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纵火所致 但那个时候是24年前 各种技术鉴定手段还并不完善 这个液体流淌的痕迹到底是什么 和火灾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时还难以下定论 当然这没有直接证据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现象 它不足以说服他们这是中央 可是这两处起火点的认定 将直接决定案件的性质 究竟是人为纵火 还是电炉着火意外导致的 当时金和龙和孔大昊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说相近一个星期 我们没有拿出了一个现场的性质 特别特别难 我们还冷战着 金老师是什么 是排他好 我排出一切 所以我觉得没用 浪费时间 但是火场中的金和龙依然我信我送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检测中心的报告反馈了回来 火场中发现的电炉上 只发现了火烧的这个龙痕 也就是说 在火灾发生前 这电炉还是正常工作的 火灾原因并不是由于这个电炉起火造成的 这下呢 金和龙就更有自信了 起火点就在位于楼梯缓台处的水移地面上 而这时候呢 金和龙连忙找到孔德浩 给他提出了个要求 他说孔德浩 我告诉你一点 我用我的水车 把这个给你冲水 你让你的手下把这个给我打黑个通告 金和龙要求孔德浩用水冲开的地方 就是保安张凤国的死亡位置 也就是那块水移地面 而当时这要求可把孔德浩给吓坏了 就是金老师所告诉我的这种方法 是我们在刑事侦察学当中 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一大计 我跟随把他冲一下 我说金老师这样冲一下 不把现场破坏了 他说不用 不但不破坏的现场 而且我要你看看真实的现场是什么 金老师没问题 孔德浩由我来输作 你就按我说的办 我说好 最终呢 孔德浩拗不过金和龙 答应了他的要求 而当他们真的把水龙头一开 往地上那么一冲 谁都没想到 一个惊人的情况 果然浮现了出来 这个地上能够印出来这个磁热 生前原始的位置 就是在那一下那 它没有什么更多的增长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生活体征的反应 这说明什么呀 相信有观众应该看明白了 我们正常人在遇到火灾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肯定是逃跑啊 逃不过也会挣扎得很厉害 可是张凤国的遗体附近 却完全没有挣扎的痕迹 说明他在火灾发生的初期 就已经丧失了意识 也就是说火灾发生之前 张凤国就已经昏迷或者是死亡了 怎么会这样呢 是有人加害他吗 加害他的人是谁呀 会是另外一名死者吗 孔德浩马上就组织行政人员 对这两个人的关系展开了调查 结果发现原来 这张凤国和卵永吉之间 还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矛盾 那是事发前半个月 歌厅经理卵永吉 因为打架被公安机关传唤了 他就变受益歌厅的保安张凤国 当他的替罪羊 但是在派出所里头 这保安张凤国没有包庇卵永吉 这就导致卵永吉十分的不满 经常找张凤国的麻烦 张凤国因此就对卵永吉怀恨在心 之后 刑侦部门更是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和取证 可以确认在新火当天 歌厅的影响结果之后 没有外人进入 而整个歌厅里唯一的可燃液体汽油 注意 只有保安张凤国知道保存的位置 调查到这儿 金鹤龙对火灾原因的判断 已经基本得到了印证 并且可以大致还原出案发经过 18当天 张凤国喝了很多酒 越想越不服气 于是在当天歌厅营业结束之后 就取来了汽油 在精力封射的门前点燃了大火 卵永吉呢 马上就从睡梦当中惊醒 冲出房门之后 他发现了还没来得及逃走的张凤国 这两人都发生了肢体冲突 张凤国被打倒在地 手里的汽油呢也被打翻了 大火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由于火势太大 最终卵永吉也没能熬离花海 倒在了楼梯上 而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 也让这个孔德浩由衷地佩服 为什么能改善担当 担当不是说你胆大 而是一定的技术水平和能力 是我第一个蛰伏的决人 这火灾原因呢 我最怕一天一日 这个真理啊 是越变越明 越变越清 越论越清 最后你把真正的事实还原出来 您听听 就喜欢别人跟他对着干 据说在同事们的眼里 与其说金鹤龙是火眼金睛的火调专家 倒不如说他早已经走火入魔了 从22岁入伍 金鹤龙就一直在火灾调查的岗位上 一干就是40多年 每次去火灾现场 他都会把那些痕迹物证收集回来 没事就拿出来看 在常人看来 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一根烧焦的电线 或者是一个破碎的玻璃瓶 甚至是一块烧焦的棉花 可这些破烂到了金鹤龙手里 有时候他能研究上好几天 他平时真没有什么爱好 他就是一门心思地 都用在这个火来吊场上了 也难怪水泥地面着火 这样常人难以想象的着火点 都能够被他找出来 从而还原出隐匿其中的真相 对于金鹤龙来说 火灾调查已经不是一份工作了 他从中获得的 是一份只有他自个才能体会到的过瘾 让他不知疲倦 2007年 61岁的金鹤龙即将退休了 但是一起发生在成德的蹊跷案件 却让他再一次走进了火灾现场 这又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呢 刚才我们说到 人称火场福尔摩斯的金鹤龙 用他的专业能力和细致的态度 侦破了震惊全国的吉林博物馆特大失火案 而退休之前 正在廊坊武警学院讲课的金鹤龙 又收到了公安部消防局的一个紧急任务 让他尽快赶赴成德火灾现场 展开交叉 因为当时的情况非常棘手 烧火地点是个歌厅 大火在40分钟之内就被熟灭了 但是造成的后果就相当惨重 歌厅变成一片废墟 有11个人葬身火害 此时的金鹤龙已经是61岁高龄了 尽管有着4000多起火灾事故的调查经验 但是眼前这起火灾仍然让他感到非常的疑惑 原来当时金鹤龙在现场发现了两处一次起火的位置 分别是位于大厅南侧的吧台和北侧的沙发处 一般的火灾都只有一个起火点 如果发现了两个独立的起火点 那么就极有可能是人为纵火 而就在这个时候 行政部门也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两处起火点被撬开的防盗窗 这两条证据似乎都指向了人为纵火 可是接下来的调查却一波三折 并不顺利 因为两个起火点很快就被金鹤龙给排除掉一个 是这样的 一般火灾现场的这个物体 由于燃烧的先后顺序不同 物体被火焰吞噬 留下来的残骸会依次掉落到地上 形成有层次的堆积物 金鹤龙发现 北侧沙发部位掉落的痕迹有些反常 我说这个吧台那个地方紧贴着灰 完了是什么呢 上面才是什么呢 棚板呢 一些瓦掉在上面 那沙发那个地方正好是什么呢 那天底是什么呢 石火板呢 蓬瓦呢 上面才是灰 这是矛盾的 现场的坍塌痕迹说明 沙发这个火呀 是先从天花板燃烧起来的 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天花板怎么会烧火呢 大家就从理论上讲 一般呢 我们这个延烧过程当中呢 延烧的速度 向上慢的速度 要大于水平满的速度 我这边找到热量 热气 从个封面先加热 封面先凿 这个时候呢 沙发的可能还没凿呢 但是上面的封面先凿了 水平满呢 掉下来 掉了它带了一些火源 重新把沙发燃烟了 也就是说 火首先是从吧台燃烧起来的 之后迅速向上 蔓延到了天花板 烧着的天花板呢 正好掉落在了沙发上 然后呢 沙发也被点燃了 而这个发现 和刑侦部门的调查呢 又不谋而合 当时呢 警方仔细勘查了那个窗户 发现呢 它是很早就已经被人锯开了 而且窗台上并没有踩踏的痕迹 说明案发之前 没有人员出入歌厅 这么说 那这不是人为的了 如果是意外 那就有两种可能 起火点是吧台 要么就是附近 错东复杂的电线短路 引发了火灾 要么就是这个 吧台壁橱上供奉的 那个香炉里的香火掉落 引发了火灾 如果是电线短路引发的 火灾现场会遗留米粒般大小的熔珠 但是在一片废墟当中 去寻找这样的证据 跟大海捞针也差不多了 所以在这个焦点上 它这个酱皮芯就开始了 真是像大海捞针一样 你要把一两个熔珠找出来 就要在火灾确定重点部位的燃烧残留物里面 一块一块进行清洗 就用筛子来筛 这个确实一个很细致的东西 很辛苦 经过30多个小时不分昼夜的筛查 几颗微小的熔珠还真的被找到了 并且迅速送往了沈阳火灾物证舰的中心 结果如何呢 很意外 结果显示 起火前 歌厅的电路状况一切正常 不存在短路的可能 不是电线短路 那就是香炉里的香火引起的火灾了 可是金合龙也觉得有些不太可能 据工作人员介绍 为了保暖 他们在吧台底部铺了一层海绵 如果香火在燃烧过程当中发生了倾斜 掉落到了海绵上 最多也就是烫出一个小洞 怎么可能引发那么大的火灾呢 所以意外着火的两种可能都被排除了 金合龙不得不再次想起 难道还是人为纵火吗 他决定亲自审为一下歌厅的员工 这个人呢就是之前一直配合调查的歌厅服务员江大勇 也是这起案件的报案人 结果呢就是在他这儿终于发现了漏洞 金合龙什么人呢 这点猫腻还逃得出他的火眼进行 江大勇眼看着自个的谎言被揭穿了 终于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他因为和歌厅的老板发生争执 一气之下就想发麻火吓唬一下老板 没想到这火是凶猛 很快就蔓延开了 更糟糕的是 这家歌厅没有按照消防法规开通逃生通道 在歌厅的出口处 私自加装了卷扎门 导致起火之后呢 人员无法逃生 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而事后呢 江大勇一审被判处死刑 而这家歌厅的老板 也因为私自使用不符合防火要求的材料改进歌厅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金和龙再一次用自个儿的严谨 细致的专业能力和态度 让真凶伏法 事情说到这儿呢 的确让人不得不佩服 要知道这两起案件都不算简单 很考验火吊人员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这样一位在火场中 无所不知无所不想的专家 在家里却成了最笨手笨脚的人 你都不知道 我家包脚的都是我自己和面 往这边来都断线和面 往来自己擀铁子自己包 都是我自己一条线下来 从来我都不盼他给我帮手 他也不会干 谁让他帮啥也奔奔奔奔奔的 亲子虽然嘴上嫌弃 其实是对金和龙最大的体谅 因为他知道 成为一位令人蛰伏的火场 福尔摩斯 金和龙比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而这份执着和努力 也是金和龙对职业底线的坚守 一份重特大火灾事故的认定报告 甚至可能改变历史 作为业内首屈意志的专家 金和龙比谁都清楚 他做的每一期火灾认定 都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也正是因为这份责任 让他在鼓吸之时 还在不断的磨练自己的火眼金睛 为的只是在面对每一期火灾的时候 都能够刨根问底 为的只是还死者公道 为的是坚守正义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